嗨,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 拥有健康自尊又独立优秀的A女士和一个美国亿万富翁NPDB先生的故事 那A女士本身非常优秀,从小生长的家庭就是非常的自由啊,包容,彼此尊重,互相理解 所以A女士的原生家庭可以说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那后来呢,她去了北京自己创业,而且做得非常不错 她本人也会流利的外语,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 所以对于跨国文化沟通也非常擅长 那在北京呢,她后来就遇到了前夫B先生,是一位美国人 B先生呢,本身是一个高程度的NPD,家境非常阔绰 在佛罗里达州呢,他们家可以算是前十名的富豪家庭 基本上除了私人飞机没有,其他都有啊 那B先生来到中国做生意呢,学习汉语的时候就认识了A女士 后来就和A女士谈爱了 被爱时间呢,大概有两年 这个期间呢,B先生始终伪装的很好 但是在交往初期呢,会问N女士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 比如,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你觉得见不得人的事 或者你觉得你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 而A女士觉得就很奇怪 就说我还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 如果真的有的话,也就是我中学的时候呢,同学借了我20块钱 当时他忘记还了,其他就真的没有了 那问B先生为什么问呢 然后B先生就说,当我们把最坏的事情分享出来以后 我们才可以建立彼此信赖的关系 那B先生也会问A女士,原生家庭如何啊 A女士就说,挺好的呀 家里挺和睦的,很少吵架 然后B先生就说 我很想知道,未来如果和你吵架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然后B先生还会问A女士 你和前女友谁先提的分手啊 然后A女士就说 我和前男友分手就是因为其实前男友并不想要孩子 可是我想要,所以就分开了 然后B先生就说 我和前女友分手也是我先提出来的 并且第二天就对A女士说 我们在一起吧,我会让你成为妈妈的 所以A女士就答应了 那A女士呢,始终是有自己生意的 然后做的一直很不错 有一天A女士呢,需要重新申请个自己网站的育名 问B先生哪个好 B先生就说,啊,这个不错 然后A女士就说 好,那等我回家之后我就去把它买下来 结果B先生却马上就把这个语名买了下来 A女士就很不解 问B 然后B就说 反正我买了,你也是可以用的嘛 之后我再转给你就好了 所以呢,当时A女士呢,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呢 因为B先生呢,虽然会说中文 但是有些机构呢 你去交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A女士呢,的的确确就需要帮助她很多 也因为如此呢,所以其实很难看出来 B先生是在利用A女士 这个呢,我必须承认是这样子 因为我先生也是个外国人 那当时在北京生活的时候 的确就是去一些政府机构啊 或者你办个哪怕是手机号啊 就是这种外国人相关的业务呢 除非你作为外国人中文流利 否则的话呢,我都是要陪着我先生去的 甚至包括咱们现在打疫苗 在上海也一样 那这话说回来了啊 那另一方面呢,B先生呢 因为和A女士家人一起生活过一个月 所以他有亲身体会到A女士家人的那种 彼此尊敬,互相给予空间 不去控制的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B先生有的时候呢 哪怕提议A女士要不要这么做 A女士如果说不需要 他就不会去强迫A女士改变主意 那两年后呢 B先生决定和A女士结婚登记 拿到结婚证之后呢 B先生开始出现了贬低打压的一些轻蔑的话语了 但是A女士呢,没有太往私底去 因为求婚的时候呢 B先生出钱带着A女士在西班牙待了一个月 都是他出钱的 没有计较过 B先生还花了重金 买了很贵的戒指去求婚 所以A女士就觉得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 就会为你付出 所以更何况还付出这么多 对吧 所以B若是肯花重金的话 那一定是非常爱A女士才会这么做 不是吗 结果呢 一结婚B先生的面积就摘掉了 马上停止了付出 他们没有蜜月 然后B先生说已经给了最好的蜜月 就是她的婚前旅行 A女士当时呢也就没在特别在乎这件事情 因为她觉得蜜月花钱已经太多了 所以呢更希望能省钱买个房子 那婚前A女士呢和B先生的家人呢也一起住了五个月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异常 那那是到最后A和B先生出现婚姻问题的时候呢 B的家人才一点一点的把家里的问题透露了出来 那么B先生的父亲呢其实是有一些讨好行人格的倾向的 母亲呢是有些自恋的 但是并不是很严重 没有达到人格障碍的地步 然后因为B先生的父亲呢曾经出轨过B先生的母亲 所以B先生的母亲可能就会惩罚她的爸爸 然后让B的父亲呢必须遵从她的意愿吧 然后B先生呢也觉得从小就看不起自己的爸爸 觉得他爸爸为他付出什么都是应该的 那后来A女士才知道原来恋爱时呢 B花的钱呢全是他父亲的钱 并不是B先生自己做生意证的钱 所以A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 A女士比较好的地方呢是即便搬去了美国 依然在一个公益组织做前置工作 但是去年她因为自己老板和新来的CEO不合呢 所以她老板和她呢都被迫离职了 但是在佛罗里达州这五年的时间里呢 她只有去年五个月的时间是因为身体需要恢复而没有工作 她当时的工作环境呢有很多的心理学专家 这也是她及时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并寻求心理帮助的重要原因 好我们再说回来啊 那A女士后来呢怀孕以后呢 B先生对A女士的精神打压呢 和精神虐待呢也越来越严重了 搞得A女士流产 后来他们去心理咨询时候呢 B先生就对心理医师说 她不想让A女士怀孕 不想要孩子 所以她对于怀孕的A女士非常气愤 所以就故意刺激A女士让她流产 再后来呢 B先生自己的生意呢也开始出现问题 所以 虽然B先生本身是从事金融对冲基金的 所以A女士呢 认为B先生应该有把握风险的能力 但是后来发现呢 B先生越亏越大 那最后变得都有点赌博的心态了 而且亏了很多钱 这个时候就发现 这个事情非常不顺啊 导致B先生开始有了被害妄想 那A女士后来生了孩子以后又怀孕了 她又会故意刺激A女士流产 并且经常暴怒 最后甚至到了家暴 当A女士被B家暴后呢 A女士直接报警了 警察来了以后呢 直接把B先生就带走 并拘留了一整天 回来后呢 B先生反而来埋怨A女士 说你为什么要报警 当时她的回答就是 我不知道警察会把你逮捕 我很抱歉 但是隔了一天呢 A女士就是想 哎不对呀 我不管你是不是 警察会不会逮捕你 你脚架抱我 我都应该报警 A女士呢 在长期与NBDB先生相处以后呢 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自信 她工作的公益组织里呢 有很多就像我说的心理医师的背景的同事呢 有一次就问她说 哎 你想喝橙汁还是想喝水啊 然后那个时候 A女士已经变成了第一反应是 对方想让我喝什么呢 我喝橙汁 她会不会不高兴 如果我喝水 她会不会生我的气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自己要什么 而完全想的是对方希望自己做什么 并且担心自己选择了其中一个 对方会不会暴怒 那所以那个时候 她身边的同事就经常告诉她说 你要问问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什么感受 但是A女士那时候就完全与自己感受隔离了 不知道了 她所有的下意识的感受 全部都是B先生希望A女士有的感受 认知失调非常的严重 所以A女士马上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 就找了心理医生 并且跟随心理医生两年以上了 如果不是心理医生在帮助她 她真的可能会崩溃掉 甚至是自杀 后来B先生的决定和A女士离婚呢 是因为不管多小的事都会吵到要离婚这个地步 刚开始A女士还不太想离婚 那时候后来因为吵架次数太多了呢 B先生总是说要离婚 最后A女士就说 那我尊重你 因为我爱你 那我同意离婚 这个时候反而B先生就冷静下来了 他告诉所有他和A女士的共同朋友 说A女士是那个一直要离婚的人 并且他居然指责A女士说他一直在闹离婚 关键是后来A女士还发现 B先生也完全相信A女士 他其实就是一个疯子 后来B和A女士分居了 分居离婚以后呢 因为当地的法律就是你作为外籍人士 你是不可以带走孩子的 所以B先生拥有孩子的全部监护权 A女士想去工作 B先生知道以后呢 就去A刚工作不久的单位呢 散播A女士的不实言论 还拿孩子作为要挟手段 故意不去接孩子 让A女士被迫离开工作去接孩子 最后导致A女士被开除 就是无法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然后B先生呢 也已经不再支付 他和A女士当初买的房子的贷款了 那A女士真的是处于一个 自己没有经济来源 又无法支付账单的这么一个情形 同时啊 更甚的一幕来了啊 B先生开始不停的到A女士的住所进行 招扰想回席她 甚至想强暴A女士 A女士这个时候 因为已经和B先生没有任何婚约了 所以就勇敢的拒绝了B 然后B就开始暴怒 当B无法回席A女士后呢 有一天趁着A女士出门 B开车直接撞了A女士 造成了A女士身体受伤 目前仍在康复阶段 最终是A女士让法庭开具人身保护令 才得以受到保护 直到现在 如果不是法院有手段保证 A女士的人身安全 A女士其实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她从一个健康 自信 独立 经济的女性 被迫变成了NPD的共一存者 被情感操控 虐待 家暴 抹黑 孤立 A女士说 她好像因为这条婚姻 已经损失20万了 那个玉名 到现在B先生 也没有转给A女士 而B先生 因为父亲是个亿万富翁 即便她呢 总是亏钱 你说她能得到多少报应呢 我觉得这还真不好说 因为毕竟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说她就算坐牢 能有受多少苦呢 B先生家族有基金 和非常多的不动产 即使老一辈都去世了 他们这一代也可以一辈子 过得非常富裕 但是A女士呢 人家可是白手起家啊 所以我觉得 广大NPD的幸存者 才是受苦受的委屈 最多的那个 不是吗 当你和一个人恋爱 如果对方和你经济差距特别的大呢 请不要只想着你能间接得到对方多少好处与资源 因为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对方也可以同样把你逼到绝境的地步 让你很久都无法走出困境 这个就是现实 不平等的恋爱永远都无法得到美好的阶级 但是我相信A女士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A女士现在依然对爱情的态度是 没有 可以 有的话 紧像天花 不强求 A女士在处理对方暴怒的时候的情绪控制 也非常的好 哪怕是在NPD幸存者的那些支援团里面 她是唯一一个没有试图过自杀过的人 当对方暴怒的时候 她会躲到厨房 把门反锁 任对方砸门暴怒 她会心理数数让自己保持镇定 那当她觉得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呢 主动找到心理咨询师帮助自己 所以A女士内心的强大勇敢 卓越的情绪管理能力 以及对爱情的态度 都是太值得我们学习的 让我们祝愿A女士越来越好 最终找回自己美好的人生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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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